下個題型是混合 兩杯到一起 你可能會覺得它稍微囉嗦一點 因為糖水加糖水 糖會變 水會變 糖水也會變 但是公式不變 公式沒有變 混合的時候我們都想質量可加成 左邊100 右邊100 加起來變成200 所以就把糖的質量加起來 糖水的質量加起來 帶回公式就好了 那通常糖水質量不是問題 有問題的是糖的質量 所以要回去看那個 如何算溶質質量 溶液質量成百分濃度 所以溶質質量就是溶液質量成百分濃度 這個寫公式 最右邊的200加300就是 糖水加起來 中間這個就是200乘50是第一杯食鹽水的鹽有多少 300乘以40%是第二杯食鹽水的鹽有多少 然後兩個加就是總共的鹽有多少 就是帶下去就好了 就質量可加成 糖的質量加起來 糖水質量加起來 帶進公式算出來 所以認真努力之後 答案叫做百分之二十六 可以喔 可以嗎 可以 那請問你這樣多少 剛剛跟你講過了 第一個練習都跟前面完全一樣 除了數字不一樣之外 都一樣 好 我們要找哪一位咧 反正一男一女嘛 沒差 可是你缺你不多了 八號 十二 蛤 多少 你說多少 十二 十二 你說十二 你說 你說百分之十二 剛剛講過了 糖加起來 糖水加起來 怎麼算糖 糖的質量就是容易質量成百分濃度 我們說質量可加成 然後呢 溶質質量就是容易質量成百分濃度 所以把兩杯的糖算出來加起來 把糖水加起來 所以就這樣子 把兩杯的糖加起來 就是容易質量成百分濃度 兩杯乘完加起來 再把糖水也加起來 然後就是 帶進公式裡 可以算出來百分之十二 簡單容易體 OK 那麼下一個 一樣 但是有一個不知道 最後的結果知道 有一個這樣 過了 就是計算式基本相同 只是位置數的位置 不一樣而已 好 那請問你 我要加多少 百分之二十的硫酸水溶一百 要加多少百分之三十五的 硫酸水溶一 才會配成百分之二十五 停車戰界問 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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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質量可加成 溶質質量是溶液質量乘百分之濃度 把兩杯的糖加起來 兩杯的糖水加起來 但是現在是有一杯的糖水的量不曉得 可是沒有關係,就乘進去就好了 所以現在位置就是在那邊X乘35% 位置就是在這裡 然後你一個25%是知道的 然後就開始一樣,數學是認真努力帶 答案就算出來了50 答案就算出來了50 這就是有關於混合的題目 很簡單,糖水加起來,糖加起來 帶到公式裡,那怎麼算糖 糖就是溶質質量是溶液質量乘百分濃度 前面跟你講過的重要的提醒 OK